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安卓自定空间的视频教程 我是你们的主角老师托比 这节课我们继续学习安卓自定空间 第三种方式 计算跟Viewer的方式 我们上节课对他做了一些描述 他到底是怎么样一种情况 然后这节课我们继续学习 我们要做阶层跟Viewer的这种方式的话 我们必须要了解一些基础的知识 就是Canvas和Paint这两个东西 因为已经有网友写的比较好的东西 我们就不再做一些重复造轮子的事情 这个我们直接来看一下 这个是一个美女程序员写的 其实女生做程序员特别少 我们公司有一个 我们看一下 我们今天要给大家讲解一下 Canvas和Paint这两个东西 我们知道我们第三种方式 是继承跟Viewer的方式 我们先再来写一个 比如说直接继承跟Viewer的方式 比如说直接继承 我们看一下 现在我们复写它一个函数 这个on做 我们第三种方式 其实就是继承的根个Viewer 然后并且复写它的on做函数 然后我们用系统给我们提供的Canvas 来干我们想干的事情 比如说画画线 比如说画一些区域等等 画Text 好 我们来看一下Canvas和Paint Canvas这个其实相当于一个画布 然后这个是谷歌给我们提供的一个东西 它提供了很多API 我们可以看一下 绘制一个区域 绘制一个路径 绘制图 画线 画点 画文版 画椭圆 画圆 画弧形 等等 这都是系统提供我们的Canvas 它是它的一些函数 我们可以想一下 我们上节课讲到的这样一个 折线图 对吧 我们就可以用这种画线 这个地方相对是画点的方式来实现 当然就像我们学美术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纸张 纸张就是我们这个画布 对吧 然后我们还需要一支笔 这支笔是什么呢 就是Paint Paint它的英文意思是颜料的意思 我们可以认为它就是那支笔 它可以设置很多东西 比如说我们平常的笔 我们有铅笔 有钢笔 有水彩笔 对吧 各种笔 毛笔 然后它们有不同的粗细 不同的颜色 等等 这个其实和我们现实是完全结合在一起的 这个Paint 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一支笔 我们给这支笔设置颜色 透明度 抗锯齿 这个抗锯齿可能就说在有些地方支持的不是很好 可能有些地方会影响性能 其实如果谷歌这个东西做得非常好 根本不需要你设置 大小 对吧 这个有句词 是不是很难看 对吧 所以说它有时候需要设置 就是说有些地方可能设置的抗锯齿会不太好 然后就是颜色 这是非常常用的 颜色 我们这个笔到底是什么颜色 文本 文本说 说放倍数 然后字体大小 这就是我们在画文字的时候 其实就是在我们写字的时候 它的字体大小 然后消耗线 等等 看这个博主给了一些效果 画圆 然后画圆圆的大小 画弧线 画线 横线 斜线 举形 然后可以设置它的颜色 就是碰铁的颜色 然后画扇形和椭圆 画三角形各种形状 然后背色而曲线 然后画点 其实这就是相当于是我们一个画布 断用画布的画点的方式 Jawpoint 然后给它传一个笔进去 然后传一个坐标进去 其实就这么简单 你看 Jawpoint 坐标 加一支笔 也就是这个点 它的坐标在哪 然后这个笔 笔它就有粗细 有颜色 对吧 然后这个下面给了一些示例 我们来看一下 博主中文说到 重要的类 自定义View 也就是GameView 然后重写它的Undraw 函数 然后就用我们这个Canvas 来绘制大量的几核图形 各种都可以绘制 这个就很爽了 对吧 你想整个什么样子 你画个比如说上面的笑脸 对吧 这种系统空间是肯定没有的 你就可以用这个来画 相当于我现在给你一张白纸 然后给你一支笔 当然我什么效果都可以做出来 包括其实我们现在 安卓自己的那些空间的效果 我们这个也是可以做出来的 但是一般有了 我们就不重复造人质了 因为有那种 以前的谷歌的大牛 人家已经做好的东西 你没必要再重复做 你可以去了解它的原理 但是没必要重复做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个同样是继承了GameView 然后复写了 按做这样一个函数 然后我们拿到了系统 给我们的这样一个Canvas 这样一个画布 我们就用这个画布来上面画东西 看画了很多东西 我们来一一说明一下 这个画笔 我们是六一个 创建一个画笔 然后Color设置它颜色 然后这个是第一个地方画园 这是画园 园前面的那颗文字 也就是这个 画园这个文字 然后现在画一个园 然后设置空俱词 然后现在画一个大园 做Circle 然后又做Text 这个又是画一段文字 做Nine 画一条线 这是画一个斜线 这下脸就是弧形 应该是三个弧形 对吧 画了三个弧形 三个 矩形 设置颜色 这个Zotex 这里传的也是坐标 坐标 加上一个Pint 就是我们的画笔 也说你看 我们基本上都是传了我们的画笔 我们画布 也说我们这个纸张 它提供了一个一些画画的功能 然后把我们画笔传进去 画扇形 长方形 其实在我们有一些 简单的 就说不需要大量绘制界面的这种小游戏 我们也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实现 当然我们有另外一种方式 Surface View 然后但是它可能比这个更重一些 它性能更强 但是比如说就像博主提到的 我们在一些 比如说像棋类的这种游戏 它这种你每次就点一下它最多有一坨东西 跳到另外一个地方 所以说整个界面是变化比较小的 这种完全可以用我们的这个Canvas 加Pint的方式来实现 可以做小游戏 然后看我们继续看画三角形 Expint Cambu2 这是设置的起点 Nine2 JobPath 画矩形 设置Style 这些是一个区域 这个可能我们画一个 比如说就是长方式举行的时候 会用到这个类 画背上有曲线 这里有一个Path 这个可能也会用到 但最主要的就是我们的Canvas 画点 Zallpoint 就是坐标 你要画在画布上的那个位置 然后把笔传进去 这个样式是什么 对吧 我这个点是多大 什么颜色 画图片 看我们还可以把图片画上去 OK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 安卓制定空间中第三种方式 利用 设置Style 然后实现它的安卓函数 然后用系统提供我们的 提供给我们的这样一个画布Canvas 来进行 我们制定空间 这种方式 这个也是一个比较有用的东西 就说可能大家 要做一些高级的宣库的 然后平常我们 别人 就是说系统空间没有的 然后别人很少见的这样一些东西 就可以用这个东西 在FaceView可能就会稍微复杂一点 用这个东西Canvas加Pent的话 就会减了很多 我们只需要 对吧 CityView实现很多 大家可以马上把我们代码抄起来 用这个东西来画一画 试一试 看一下什么效果 我们就随便解决一段来试一下 比如说我们这个 画一个圆 来看看试一下 先来跑一跑 现在还看不到 我们这个View没有加进来 这还是我们三节课的东西 我们把我们的View给加进来 TestMy 再来试一下 好 看就有了 我们先是画一段 画了一个文字 画图 然后画一个小圆 画一个大圆 先我们要把这个画笔 也就是说我们先要把笔买好 对吧 我们要把这个笔设置好 选好 然后我们再画圆 其实说白了 你看画个圆多简单 对吧 这样 这样 三句话就可以画一个圆 画笔 设置颜色 然后画圆 我们看啊 这是CXCY 如果这个是弧度 坐标 然后笔 拍一拍 看 现在就只一个圆了 这个可能 可能很明显的句词效果 行 反正就这么简单 不知道大家听明白没有 我们本节课的内容 就是讲了一下 我们的Canvas和Paint 然后用了一个 别的东西 别人写的挺好的 大家可以看一看 到时候把这个链接 留给大家 好 这一课的内容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